第十八屆KKBOX瘋云棒即將在九月登場 原本記者會是找來贏亞倫站台 但他近日卻深陷頭牌瘋波 只好臨時喊咖改由維麗安出席 好像本來不是你對不對 呃 我不太知道啦 老實說就是最近這些事件 就是一系列看下來 我自己也都是心情很 好 很複雜啦 很無謂雜誠 那我覺得最多的就是 跟大家說希望所有受傷的人 都可以開始療傷 而說到剛結束的金曲獎主持任務 維麗安雖然只給自己打60分 但老婆可是覺得她很棒喔 我太太也覺得不錯啊 她覺得很本色發揮 我覺得蠻對不起她啦 因為她其實比我還緊張 她就很緊張很緊張 想說會不會怎麼樣 然後她比我還認真去看 所有的評價留言那些的 然後她說其實大部分都 都不錯啊 就算是突刺這種 大家就是她說我免死金牌 就是大家都覺得喔你很可愛 其實是講成陸日飛 飛特 啊那個真的是 總是就是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 跌倒 比良內怕嗎 喔那個我也是 那個不是緊張 那是驚嚇 就是眼睜睜的看著整件事情發生這樣子 你那時候想都說可以轉舊場 我那時候也在想 我腦袋也是不斷的在轉啊 在想說我可以做什麼 我其實工作人員也是來 來跟我說衣服趕快穿好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還在 好像還在換衣服那樣子 我覺得趕快要衝出去 但是我到後台的時候 其實建偉已經幫那邊做一個蠻好的收尾了 所以他們也就說喔那沒關係 這樣子 所以很謝謝建偉 是不是會有關心愛理安 我好像沒有他的私人的聯絡方式 對啊 但也蠻心疼他啦 因為後來也有看到他直播的一些片段 就是人非聖賢出能國 我也是出了很多錯誤 還有可能再接主持 啊 我想今年應該是都不會了 對 真的是很興奮 金馬金鐘也順便報名一下 金馬金鐘有這麼瘋嗎 我叫為李安 我不是李安 喂